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为自己出征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很多维多利亚在飞机上面 我们刚聊到了很多趣事 那讲到奥克其实我还真的有看过 可能连我都会生气的奥克 我只是乘客可是他就是在旁边 他本来在睡觉 就像你刚刚讲有些人觉得不想被打扰 那有些人又觉得没有吃到餐点不行 对那有时候空姐也很难为 因为他看到乘客在熟睡当中 他就想说那先不要吵他 对结果呢 那个熟客起床之后就大发脾气 说我的餐点呢 在哪里为什么没有送来 然后而且他是闹了非常非常的久 那我想空姐的理由当然是出自于好意 因为是长途的飞行 对那他有遇过另外一个是 空姐把他叫醒 他非常的生气 你为什么把我叫醒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为难啦 对那不过我想这一段也是你 应该也蛮增添你人生当中应对的一些 拿捏之类的我想也是蛮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讲到你的 人生的下一步好了 对关于你的另一半 我看你在书中你都写他的 错号和代号叫做鱼嗓 因为他姓鱼嘛对不对 那你有说过你觉得你们两个的结合算是 本省小孩跟外省小孩的结合 对不对 这算你人生中的意外吗 蛮大的意外 真的吗 你以前设定的觉得应该理所当然 应该就是一个会跟自己背景比较像的人 对啊 我觉得最shock应该是我爸爸妈妈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省级观念了 但是还是难免啦 长辈在筛选自己的那种女婿啦 或者是对小孩子的另一半的时候 还是会有所期望 对不对 那个时候有经历什么样的革命吗 革命倒也还好 因为很奇妙的是 我是先认识我的小姑 我跟我小姑是高中屯班同学 所以我等于很早很早就跟我的公公 未来的公公婆婆认识了 原来 也可以说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 很早就买下姻缘线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小姑常常就叫我肥水这样 好可爱 她就说嗯 这个女生不错一定要想办法 肥水不落外人田 没错没错 真可爱 对那小时候你认识你的小姑 那当时你的先生呢 她那时候 应该她才刚考完大学吧 她长我两岁 所以跟她第一次有见到面 应该就是 大家比如说周末去同学家玩的 那种场合这样子 那到了啊 余波波好 余波波好 余大哥好 只是这样子 那个时候还叫余大哥 是吧 对对对 然后她那时候 还真的就在家里养了一缸鱼 她就这样呆呆的就在那看鱼 然后后来她才承认说 她其实都是在看那个鱼缸的那个玻璃 反映出我的印子 反射你的印子 对 哇塞 这一招也 这个甜言蜜语真的太厉害了 真的 原来是这样 对啊对啊 她不好意思直接看大美女了 怎么透过这种方式 对 对 真好玩耶 因为没想到你们小时候 其实就已经认识了 对 那我们刚提到本婶跟外婶这样的结合 那我想必呢 在口味上面还是会不一样 你婚后应该遇到很大的挑战 对不对 蛮多的 后来才发现 那时候刚结婚的时候 啊 吓一跳 怎么办 妈妈教我的 好像都派不上用场 因为我婆家从来不吃这些 真的吗 对啊 可是他们会排斥吗 会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哦 他们不会这样子说 他们只会觉得说 嗯 不过我们家不是这样子做的 可是其实这句话 对那个新手媳妇上路 就其实就蛮大的压力 对会有一点慌 所以后来 这是为什么开始写部落格 因为我等于就是 从头要学起一些外省菜 然后可能自己要上网找资料啊 然后做笔记这些的 然后慢慢的才累积了那些食谱这样子 那不停的修正 了解 那那你的余嗓她会煮饭吗 呃 偶尔 偶尔 对 也是用嘴巴煮吗 对嘴巴煮的比较多 真的 其实男人有时候蛮挑嘴的 嗯 对啊 我觉得 可是他们在那个丈母娘面前 就会表现一副 哦那是一定要的 真的 这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 没错 对 那我记得我曾经看过 就是在电视节目里面 我好像是 嗯 主播 就那个时候蔡时平跟林淑伟吧 我好像看过他们上一个 一个谈话性的节目 那他们提到 他们好像也是类似本省跟外省这样的结合 然后他们就为了一件事情吵架 哦 就是煎蛋这件事情 他们就说呢 本省人煎蛋会加酱油 外省人煎蛋只加盐 就是白的 他们说为了这件事炒翻天 就说我们家不是这样煮的 对 然后另外一个说 我们家就是吃这样子的 然后就开始吵架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非常非常的好玩 会耶 我跟我先生也是会 哦真的 就是在书里头有一道那个葱花摊饼 哦我有看到 对对对 哇那个真的是争执了很久了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听众朋友呢 一定要去买维多利亚的家常味这本书来看 因为里面就像我开头一开始讲 我觉得里面非常的棒的是维多利亚你把很多小故事都写进去了 那让人家觉得那一道菜不只是菜 它背后可能有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含义跟很多的爱 下去做的这些 而且我看到你刚刚讲的那个葱花饼 就是我们的那个葱油饼啦 这样子讲好了 你说本省跟外省的差别是在于那个油 对不对 有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多寡跟那个湿度 对不对 应该是说外省人他们好像在 他们就习惯做烙饼 这个东西 那烙这个字其实它是不要放很多油的 就像它有点干干脆脆的 对有点干干的 像其实比较北方的那种韭菜盒子啊 它其实是干烙 它是不太放油的 几乎没有油这样下去 那可是你看我们在这个街头巷尾 有时候有些那个学校附近那个下雪 放学的时候有那个发财车 对葱油饼 葱油饼 那个油好像不要钱的这样进往锅子里头 那个饼简直是一半泡在油里头 对对对对 我们好像本身比较容易 做这样子的 在饼上面我们是这样做的比较多 对好像是这样子 那我问一个问题哦 那外省家庭吃面类的东西真的比较多吗 真的很多 他们家像我伯伯他们啊就是包子馒头 几乎冷冻库always都会有 哦真的吗 对 那他们自己做的还是就是反正就是去外面买 他们会去买 我觉得因为台北市还蛮容易买到很多很好吃的包子馒头 对 Got mold 那现在他们以前在住眷村的时候 对 还会还会自己做 包饺子就是自己赶皮 那现在因为现在太方便了 就是也自己包饺子 可是那个皮就是买现成的这样子 讲到包饺子我印象中 好像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没有这个传统 可是外省家庭是不是真的 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包饺子 对那是有金元宝的象征 所以里面真的会放那个 以前会放钱币 后来当然现在想说卫生问题 所以现在他们都会改包一些 比如说开心果啦 然后有一年我去年吃到辣椒 就谁中奖了谁今年就红了 吃到辣椒就变辣妹这样子 这个好好玩 原来可以反正乱包一些 别看谁中奖这样子 那也蛮好玩的 所以你嫁过去的时候 你一开始知不知道说 进入外省家庭会有一些 可能你不知道的美感 我觉得那都是被丢到 那个环境里头去之后 你才开始慢慢的发现 对那讲到我们刚刚在讲到 开始讲本省跟外省的差别 就是放不放酱油啦 放盐啦 然后白胡椒粉用的多刮 对白胡椒黑胡椒 还有那个 我觉得有一个是最重要的 本省跟外省的差别 就是 有没有 外省人真的不吃这个 对 红葱酥对我们 台湾是多么的重要 太重要了 菊帆对不对 炒饭炒面 肉燥 煮个蛋花汤 对 然后就是包粽子里头 炒内馅 都少不了它的 对 因为我本人有那个切身之痛 就是呢 因为我曾经也是 校流学生在外面很久 那刚开始去的时候觉得 煮菜怎么样就是少一位 后来发现了 就是她 就是红葱头 对 非常重要的 对死到要把红葱头扛回去锅外 对那我们刚刚讲到 你有那个空姐的背景 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你书里也常常写到 其实有些时候人做菜呢 可能不单单只是为了吃 她背后可能 比如说像 留学生也好 或者是在外面的一些旅人 她可能吃到家乡味的时候 对她来说 那是一份味洁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你应该有看过很多留学生 死也都要把大同点锅 扛上飞机 非常多 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 是我吓一跳 我想说 这些年轻的孩子 为什么都要带着电锅出门 后来才知道 他们是去留学的 对 要带很多年 对 所以一定要带大同电锅 对因为大同电锅 真的是每个留学生必备 你只要去每个人家里 一定有大同电锅 我自己家里现在也是 对 养赖他非常多 对大同真是 我们要爱用国货 超好用的 对那我想那个真的非常好玩 因为你书里 我很喜欢看你书里写的一些故事 因为你就看到说 你说你曾经有一次看见 我不晓得是女孩子 还是男孩子 坐在窗户的旁边 然后你就看飞机要起飞了 他就望着窗外开始落泪 对啊真的 你不会是看到我吧 说不定有可能哦 没有 因为你知道那个感觉 我其实到现在回想起来 还是觉得非常的深刻 真的啊 我每次看着窗外 都在想着说 到底有哪一次 我不用再继续这样子 漂泊 漂泊 然后经历这种分离 对因为那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为了理想 你必须要先割舍下一些亲情 对你要打拼 然后就觉得很羡慕旁边的人都是这样子 好像都是要去玩 都旅行团 大家好开心 然后你就觉得那自己的 自己的开心在哪里 对所以说啊 你看一台飞机上三百多的乘客 其实每个人都怀抱不一样的心情 没错 对 那讲到那个留学生 对吃呢 也是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男生 我发现留学生里面 男生都很会做菜的 对那留学生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 可能周末的时候 一群好朋友有没有 全部能叫来 都在每一个人 在某一个人家里集合 就说来我们今天来包饺子 而且连皮都是自己擀的 太棒了 因为买不到 买不到 对 就是买到那个年性也不太好 对啊 留学生就很拼命的 每个人在那边做 然后大家 大家一起share那个费用 对 其实还一餐吃下来 比在外面吃还便宜很多 对所以这点其实蛮好玩的 那我们刚刚其实也有聊到 什么本省人家酱油啦 之类的东西 那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开玩笑的 我去讲了一个朋友 跟我讲了话 因为我也是有一些朋友是 有餐饮的背景 嗯 那他们就在说 很好玩哦 你就看 你要怎么样让各国的人不会做菜 最简单的就是 那个中国人或亚洲人 你就把酱油给拿掉 法国人就把 奶油给拿掉 那意大利人呢 就拿掉橄榄油 他们就什么事都做不了 这就还蛮有道理的 对 真的很有道理 那你自己做菜方面 你觉得你 你运用什么样的材料最多 酱油真的还蛮多的耶 真的蛮多的 对 因为尤其一些红烧类的 几乎都离不开 外省菜里头那红烧类的 酱油都非常重要 那恕我问一个 有点白痴的问题 因为你看酱油 其实亚洲也非常多 酱油或者是什么老抽 对 生抽 然后蚝油 他们的差异性到底在哪里 哦 生抽的话 它是等于就是酱油的第一道 它颜色比较淡 但是还蛮咸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一般的酱油 那老抽的话就是加了焦糖下去的 哦 OK 比较容易上色 对 所以它看起来颜色很深 可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咸 那所以用在像江浙一类一些东坡肉啊 那就还蛮好用的 就会让你整个菜 看起来非常的羞涩可惨 这样很有 可能够引起食欲这样子 哦 原来是这样 对 对因为我常常有时候搞不清楚 那明明反正都是黑的嘛 对我来说 我觉得反正都是黑的 应该差不多啦 差不多 那如果一般家里 比较不容易去买到老抽的话 那我觉得就是放一些冰糖 也就OK了 哦去提味这样子就好了 对提味然后有点上色的效果 因为它会让那个酱油变得比较浓稠一点点 对 比较焦 对就比较容易挂在食材上面 那当然就还不错 听了令我口水直流 虽然生病了 可是我现在开始有胃口 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继续来聊